大家好我是钟伟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虽然说今天云量比昨天稍微增加了一点 但是其实整体的感受上 今天还是比昨天再稍微闷热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台湾 今天还是受到偏南风的影响 除此之外我们台湾在这个风面 前面的暖区的影响之下 都是一些比较暖湿的空气 所以感觉仍然相当的闷热 虽然说今天云量稍微增加了一点 那么今天也因为偏南风的影响 还是有山区有局部地区 有一些午后热对流发展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目前这波风面影响正在逐渐接近我们台湾 它已经覆盖了中国东南方 长江流域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了 那么目前正在逐渐接近我们台湾当中 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深夜 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中部以北 跟东北部地区会慢慢转成 游雨的天气形态 尤其这个水汽就稍微比较多一点 你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另外就是可能会有打雷闪电的情况 那么这波封面的移动速度也还算是快 只是说明天全台湾都是在这波封面的影响之下 天气都不是很稳定要特别留意 大概在礼拜天的时候 封面就会逐渐往东边移动出海 逐渐远离我们台湾了 礼拜天到礼拜一上半天可能会有空档 但是礼拜一晚上到礼拜二还会有一波水 其从中国南方接近我们台湾 所以会变成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 所以从目前的资料看起来 其实在礼拜二之前降与几率都是比较高的 只是说礼拜天到礼拜一可能会稍微有点空档 但是整体来说整个大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 降与几率都还是比较偏高 我们来看一下再详细的图 我们台湾今天还是受到偏南风的影响 所以山区有一些热对流发生 那么到今天晚上可以看到 封面云气南下之后 我们台湾就在冷暖空气交界的地方 这个封面的影响之下 天气会比较不稳定 那么一直要到礼拜天 这个封面就很远离我们台湾改成 吹这个偏北风还有偏东北风的情况 这个雨势才会逐渐缓 但是因为整体来说 还是有一些残留的云气跟水气的影响 另外就是因为气流汇合的关系 我们台湾南部 这个外海附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小范围的对流发展起来 所以礼拜天到礼拜一 可能还是会有这个局部的 这个雷震雨发生的情况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四天什么地方会下雨 主要明天受到封面云气的影响 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要特别注意的是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那么到礼拜天跟礼拜一 稍微有点空档 但是在我们的封面的东南部地区 还是要去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争 另外南部的话只是要留意 是因为气流汇合的关系 在我们台湾的西南方 这附近可能海上会有一些 小范围的对流发生 还要特别当心 接下来礼拜二封面云气 这个水气再度增加之后 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西半部地区 因为这个水气是从中国南方 飘到我们台湾的上空来的 所以礼拜二也要注意 可能这个雨势也会比较明显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割地的天气 受到封面云气的影响 会慢慢转成有雨的天气形态 温度的话变化还不是很大 空气品质是在我们中部以北 是普通的等级 那么接下来明天 全台湾各地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甚至会有这个打雷闪电的情况 那么在空气品质的部分 主要是收到这个雨 把空气中的杂质给雨除掉 所以空气品质会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温度的话在中午高温稍微往下降 尤其是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大概是24 这个27到28度左右 所以最为大家整理重点 受到这波封面云气的影响 基本上开始就会慢慢转成 有雨的天气形态了 并且要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到礼拜天雨势会稍微缓和 但是整体的大环境 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 那么预计下个礼拜一的下半天 水气还会再增加 礼拜二全台可能还会再有明显的雨势